你現在收看的是土豪TV廣東話台 想聽普通話的朋友可以在本體的feature channel 找到土豪普通話TV的連接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位於澳洲最北面的城市 達榮達爾文 這個不是旅遊節目 我會從移民的角度為大家介紹達爾文的 衣、食、住行、房價、就業等資訊 好有未來打算去當地居住的朋友做好準備 歡迎收看土豪TV 打榮是位於澳洲最北面 是Northern Territory不領地的首府 不領地是澳洲人口最少的州份 整個州份的人口只有25萬人 比人口第二小的Tasmania州還要少一半 真是可以用人煙稀小來形容不領地 打榮的人口大約有13萬人 佔了整個不領地的人口一半有多 人口比例方面 在達榮居住的絕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當中有少量的菲律賓以及印度人 華人在當地的比例連0.5%都不到 在澳洲所有州份的首府中 華人比例最低的城市 達爾文以外的地方 都是人煙稀小的National Park 不是山就是河 達爾文距離其他澳洲大城市 包括Brisbane、Perth、Melbourne 大概都是3500公里左右 一般人去達爾文都是需要坐內陸機過去 從香港到達爾文是沒有直航機 必須在其他城市轉機 當然有不少澳洲人會自己開車過去 各州份都有公路通往達爾文 但本人就沒試過這樣做 因為由Melbourne開車過去要經過沙漠地區 還有我現在年紀大了 現在的膽子比以前小了很多 達爾文的市中心是比較小的 基本上沒有太多人氣 畢竟這只是一個有13萬人口的小城市 市中心是以酒店以及政府辦公樓為主 市中心也是屬於一個旅遊區 達爾文周邊有不少的旅遊景點 附近有不少個國家公園、自然風景區 這裡我就不再詳細講解了 因為我這不是一個旅遊節目 說到旅遊 旅遊是當地其中一個最大的經濟收入來源 旅遊業也是當地僱用最多人的行業 每年吸引了大約140萬來自澳洲其他城市 以及世界各地的遊客 每年為當地帶來近15億澳元的收入 但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目前達爾文的旅遊業是可以用Holly Sheet來形容的 另一個重要行業就是擴產、miling以及能源 這也是當地最大經濟收入來源 每年為當地帶來25億澳元的收入 另一個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收入來源 就是當地的美軍 我希望外國的小粉紅不要太失望 我知道你們是非常意愛祖國的 這一點我是非常明白的 以下的內容你就最好不要聽下去了 達爾文是一個戰略價值非常高的軍事基地 因此當地有幾千名的美軍海軍陸戰隊 在當地住守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的空軍後勤人員在當地住宅 這批是專為F-22、F-35、KC-135加油機 進行維修保養的地勤人員 有網友可能會問 那和祖國有什麼關係啊? 怎麼說話那麼無憐 因為從達爾文飛到南中國海 是會近不少的 而美軍的部署是這樣 在日本的空軍基地 是用來對付東海解放軍 而駐守在達爾文的海軍陸戰隊 是用來對付南海解放軍 有需要的時候 美軍的F-22、F-35 可以快速轉場 轉到達爾文這裡 再透過空中加油機直接飛去南海 有網友可能會問 那解放軍一旦遇到美軍 那結果會是怎樣啊? 老實說這個問題我真的不敢正面回答 我只能說當曹昇瑜一旦面對泰臣的結局會是怎樣 你自己去想像一下吧 回到正題 在當地駐守的幾千名美軍 是會為當地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的 而且隨著美軍的最新戰略 不管誰做總統 重返亞洲以及維護南海自由航行 都將會是美國未來重點的戰略 誰都改不了 因此美軍未來有可能會在達爾文那裡增兵 也會間接地為當地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 生活機能方面 在當地基本上你就不會有太多的要求 在市中心可以找到澳洲的各大連鎖店 包括COLSA WURS KMARK JB HIFI BUNNINGS 因此基本生活物資方面 你是不需要擔心的 在市中心也都有好幾個小型的購物中心 但是這些購物中心的營業時間 就不會太長 產品的選擇也不會太多 物價方面 由於達爾文就比較偏遠 部分物價會比其他大城市貴少少 其中包括上網費 基本食物 譬如雞蛋 汽車用的汽油也會貴少少 因為運費貴些 但當地的房價 無論是買及租都會便宜不少 因此整體來說 你的支出會比澳洲其他大城市便便宜不少 有室便必有得 市內也可以找到賣華人食品的亞洲人超市 在當地是有少量的華人在當地居住 這些亞洲人食品店我都去過 價格明顯地要比大城市貴些 都是那句 因為運費問題 在產品選擇上肯定是不會太多 這部分你要有心理準備 大家關心人工方面 表面看上去 達二汶的人工好像比斯尼更高 這是因為被當地的擴產工工人 拉高了 但如果是華人的話 要拿這個工資是很困難的 但我相信在疫情過後 等當地的旅遊業回復之後 會有更多工作機會 以我所知 由於達二汶實在太偏遠 在當地請人是有一定的難度 尤其是年輕人都不願意過去 因此達二汶找工作 會比澳洲其他城市容易一些 因為競爭會小很多 在澳洲其他城市的本地人 基本上都不太願意申請達二汶工作 除了擴產工之外 因為擴產工資比人工高很多 公共交通方面 市內是有提供巴士服務的 只可以算是比較有限的巴士服務 你看了這個巴士服務時間表之後 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因此我會建議大家 最好自己開車 Trust me 在達二汶生活的話 你最好自己開車 因此打算去達二汶定居的朋友 得壇先把車牌在香港考了 持有香港車牌的人士 可以直接轉換北領地的車牌 不需要重新考北市及路市 本台的第二十集 又教大家如何選購二手車 說到買車在達二汶開車的話 那個冷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達二汶的氣溫比較熱 全年的溫度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上 日頭最高溫度甚至可以高達38度 因此我會建議大家盡量購買日本車 日本車的冷氣是出了名的強勁 首推Honda Toyota 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Honda Toyota 是出了名可靠和內容的 達二汶的降雨量 在澳洲來說算是比較高的 在雨季的濕度可以高達75度 這個濕度在澳洲來說已經算是很高了 但對於來自香港的朋友 我相信問題不大 這些濕濕碎 因為香港的濕度是更加高的 大家關心的治安方面 我首先建議大家 晚上盡量不要在當地的酒吧出入 因為當地的酒醉犯罪案 是屬於澳洲全國之館的 當地治安比較差的區 包括有Palmerston 在2009年錄得6000宗 因酒醉後發生的暴力事件 收到風當地人喝酒是很厲害的 其他罪案包括偷車入屋偷攝 性侵旺在當地也不少 因此晚上盡量要注意 我也不建議大家在當地買太好的車 娛樂方面 正所謂吃得鹹魚就抵得渴 吃得榴槤就抵得醜 去得達二汶這些地方 你都不太指望有什麼娛樂可言 但如果你本身是比較熱愛大自然 享受戶外互動的話 當地是有不少的National Park 但對於習慣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朋友 尤其是像香港這種級別的大城市 你來到達移民生活 你就必須有心理準備 真的可以用可山可水可無聊來形容 當地整體的營業時間都比較短 而且當地人的節奏是可慢的 跟香港比較的話 真的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部分你真的要做好心理準備 學校配套方面 比起其他大城市 肯定在選擇上不多 當地也有政府公立小學中學 但數目不多 當地由於人口不多 因此很多學校都行小班 當地只有一間大學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沒有聽過這間大學的朋友 是可正常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據說這間比較新的大學 建於2003年 但在澳洲大學排名榜上 我是找不到這間大學的排名 叫做起碼有間大學給你讀 大家關心房價方面 整體來說達移民的房價 是這麼多州之中最便宜的 當地House的房價中位數 是48萬 unit是會更便宜 比起澳洲其他城市 是便宜不少的 在達移民也有分負人區 便宜的區 價格可以差一倍以上 比較好的區 包括有Fanny Bay Lions Paris 不管你住哪個區 當地的apartment 盡量就不要碰 因為升值潛力 基本上是零 而且管理費是不便宜的 你是不可以用香港的思維 那套邏輯去看澳洲樓 尤其是像達移民這種 人煙稀笑的城市 由於受到人口的限制 當地房價在未來 亦不會有太大的升幅 而且apartment 你將來找人接盤 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雖然在不領地買樓 當地沒有針對海外買家的額外印花稅 但海外買家仍然不可以買 當地的二手樓 新樓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升值潛力可言 因為當地的經濟比較單一 主要是以旅遊以及擴產業為主 因此你都不要指望 當地的經濟未來會有太大的增長 而且當地的美軍基地 是屬於戰略價值很高的基地 在這種軍事基地附近 在發展上是會受到限制的 無論美國誰做總統都好 澳洲方面都會嚴格限制中資企業在當地的投資 如果你打算在當地定居的話 買一間屋用來自住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你不買都要付租的 如果你只打算去當地做幾年 或者讀書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你去當地買樓 我的總結就是 由於達二汶的地方比較偏遠 移民要求會比其他澳洲城市低 當地的工作機會雖然不多 但相比其他澳洲城市 在當地找工作的競爭會少很多 如果你不怕悶 先去達二汶住幾年 拿個澳洲PR 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如果透過491偏遠地區技術移民簽證 由於達二汶屬於偏遠地區 在當地居住滿三年之後 就可以申請PR 三年之後又是一條好看 但當地的治安你就必須要注意了 盡量不要在晚上去當地的酒吧 尤其是女性朋友 如果你打算去當地投資的話 你就必須要做好功課了 起碼要等當地的旅遊業回復之後 才好考慮 或者你打算去當地做美國大兵的生意 今集就談到這裏 希望我的資訊可以幫到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訂閱、點讚和幫我分享出去 感謝收看TOW 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